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一些年币签证有很多便利 比如说10年有效的签证 然后其他类型的学生类的工作类的有效期原来延长了 但是大家知道最近一两年因为中美关系贸易战等等原因 现在发放签证要稍微收紧一些各种原因了 其中之一当然也有的人比如用币签证来到美国以后长期滞留工作 还有从美国方面我们先不讲说是否合理 至少美国政府考虑到有的时候申请人背景方面没有问题 比如如果申请人在敏感专业领域工作是需要经受更多的审查 那么以前申请必签证被拒很多原因是因为所谓移民倾向 就是说申请人不能证明在中国有足够的联系 那怎么证明呢 一般来说申请人有很好的工作 有足够的收入 然后在中国的资产等等 这些就都可以 但是除此以外 最近还有更多的越来越多的申请人 因为材料不足 而至少一开始被拒 或者被要求补充材料 此前我们有另外一个讲座讲到了呢 一般被拒代号一般都对应的哪些原因 在这里呢 我们讲一个因为221G这个原因就要补充材料 一开始签证没有批准 在补充以后得到批准的例子 这个呢是今年2019年夏天的情况 这个申请人呢 申请的是美国的B2旅游签证 到美国来旅游 然后呢不是长期的探期 那么他以前呢 也曾经来过美国旅游 还去过其他的国家 在中国呢 应该算所谓中产阶级嘛 就是说工作呀收入啊等等都还不错 但是呢这一次呢 所以签证的时候呢 意外的收到了一张这个绿色的纸 原因是221G 要求提供更多信息 补充材料 所以呢申请人也感到比较意外 因为此前呢都已经订了机票 距离呢预定的赴美时间只有十几天了 使馆要求提供什么材料呢 要求申请人提供英文的个人简历 还有呢对他工作任职公司的说明 如果是公务啊 B1签证 这里还专门讲到呢 是如果要到美国购买一些设备 那么用途是什么 最终的用户是哪一个 申请人呢 他是B2旅游的签证 那么他被要求呢提供完整的在美行程 如果是公务呢 你要讲到要参加的会议啊 你访问这个接待方的名称 地址 电话 联系方式等等 如果是旅游呢 比如说我到美国十几天 那也要讲到呢 说这些天预计去哪些地方 最后呢 这些材料呢 可以email给美国使馆专门的地址 经过审查以后 再决定是否发放签证 所以前面说到呢 时间已经很紧了 然后申请人联系到我们啊 然后我们很快的帮助申请人 准备了这些材料啊 在提供以后呢 B签证得到了顺利批准 具体再看一下呢 提供了哪些补充的材料呢 首先呢 很多申请人没有英文的简历 因为平常是在中国工作嘛 在签证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相应的准备一份啊 那不需要面面俱到 但是可以讲到自己的学历 专业 工作的经历 工作领域 工作的职责 等等 这些 另外呢 还要提供过去若干年 比如一般过去五年里面 离开中国 去其他国家旅行的记录 比如很多人可能去过 日本韩国 东南亚等等地方旅行 另外呢 雇主工作单位呢 可以提供英文的工作证明 关于雇主的更多信息呢 也可以从网站取得 网站呢有的时候是中文的 那么可以提供相应的英文翻译的内容 那么怎么样来证明收入呢 中国嘛 这个收入有基本工资 有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收入来源 所以呢 可以用个人的银行账户的信息来证明 那么前面说呢 如果是个人旅行的话 可以写上 说我目前预计每天会去的城市 景点 什么市游 这个呢 不是班顶 就是说 不是说一定要如此的 你现在的计划 当然到了美国以后呢 也可以有一些变化 除此以外呢 还可以再写一封cover letter 来列举以上的所有材料 并且呢 加以注释 解释 说明 所有这些材料呢 都可以是电子版 email的时候呢 需要有固定的格式 因为美国使馆对应的email地址 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邮件 所以呢 你需要根据签证处的规定 然后来标明这个申请的号码 是吧 这样的话呢 申请材料 补充的材料 可以得到更好的 及时的处理 然后呢 发去email的时候呢 你扫描的这些电子版的文件 都可以作为附件 如前面提到呢 在这位申请人收到了这个 21G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以后呢 我们在几天内 就位申请人顺利的准备了这些材料 然后呢 他发到了美国使馆以后呢 很快 这个签证就得到了批准 现在呢 申请人已经抵达美国 开始了必签证的旅行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在中国申请美国签证 补充材料以后 批准的例子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